聊聊那一段 你最辛苦的时候 你之前因为开店的压力 跟离婚的这些压力 导致你有戒酒交愁的习惯 这其实也没有 就是因为我开餐厅 会常时在工作的时候 会跟客人喝酒 然后招呼客人 可是因为我觉得 我必须要比客人 还要好的酒量 所以我在休息的状态 我要培养续航力 所以自我锻炼 对 自我锻炼 居家自我锻炼 对 这样子就在家自己锻炼 24小时都在喝吗 对 就变成是这样 可是这样子长期下来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事情 喝到一个程度 你已经睡不着了 然后你真的会感觉 你好像没有办法醉 但是你又吐不出来 然后你会全身很不舒服 然后就会开始 就是想吃很多东西 那到了最后 我不是开刀了吗 那开刀的时候 其实在那一个阶段 我儿子是不理我的 他觉得爸爸就已经没救了 你那时候不是胖到几公斤吗 就要92 因为酗酒再加上报食报义 对 这次瘦好多 对 我 气色也变好多 恋爱啊 对 就是我住院之后 快结婚了 对 我出院之后 我回到家嘛 我休养 所以你住院这段时间 就不喝酒了吗 没有 那个时候 在住院的时候 其实就有认识这个 我现在的女朋友 但是问题是 我们就是有赖啊 我们有之前 他有到我到那个餐厅吃饭嘛 人这么惨的时候 去哪里认识你朋友啊 因为那时候 我到我餐厅吃饭 那我还有开餐厅呢 就缘分到了呀 对 真的 然后之后 我在住院的时候 他也会关心 到底是你好运还是他 我晓得 他就是会关心我啊 在医院的时候 人家女生也在脸书上写说 我是温兆玄的太太 温兆宇的太太 你照写了 对 有些女生的 爱心无敌线 对 那后来我 当然他关心我 照顾我 我觉得我好像 又有一点点那个感觉嘛 那我后来有一次 在医院的厕所 我在刷牙照镜子 我发觉我怎么这么胖 然后这么丑 所以我后来有一个宗教信仰 我就是跟我那个宗教信仰的神 我就跟他许一个承诺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这个神 许过承诺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 我就想说 我不要违背这个承诺 我先改掉我的这个坏习惯 那完了之后呢 自然而然我就会想说 我要让我自己状态要好一点 因为现在有一个 关心我的女朋友 之后没想到真的很好 我听神的话之后 你看我儿子现在 超听我的话的 为什么 因为爸爸超强 他说可以把这个酒不喝 一滴酒不沾 这个是太难了 以前那些酒友呢 自从我滴酒不沾 全部不见 我没有朋友了 换一批朋友啦 什么朋友啊 真是 就换一批 酒肉朋友 对 我换一批朋友 是没有喝酒的 大家都喜欢喝茶的 喝饮料的 喝茶 对 哇 好棒 祝福你 祝福你 对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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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